7月18号晚 一场纵贯古今 融会中西 精彩分城的演出 在香港沙田大会堂举行 这场名为吴云华章的表演 由香港门联主办 中国舞蹈家协会 香港会员分会协办 多个优秀的舞蹈团体 轻轻出演 舞者们幻化成敦煌飞天 临终静松 神灵佛陀 腾飞的火龙 为香港观众 带来一场试听盛宴 演出首日 吸引了近千名观众到场 香港文联会长马峰国 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刚 党区全国人大代表 邝美云等嘉宾 已前往支持 我们舞蹈专场 吴云华章的策划 是围绕着 以文化内涵 和艺术性 来围绕这个概念 来去展开的 这次演出呢 是融合了多元的舞蹈 和视觉艺术是跨界的 然后配合艺术科技 给观众展现一个 渐进式的 沉浸式的 全新的舞蹈体验 香港本来就是一个 中西交融的国际城市 给香港当地的舞蹈工作者 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机会和平台 我们的会员们 一手一脚 心理轻微 准备这个工作了 差不多有半年时间 大家一共同努力 最后的目的呢 就是为今天登上舞台 献给我们的观众 中西文化的交流 交融 是我们的一个大的特点 也是一个优点 所以我们节目中间呢 就是体现了这样一个 百花齐放的 多种多样的 不同风格的 这么一个色彩 中国舞蹈家协会 香港会员会会 是一个新成立的团体 我们有一个 很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团结香港的舞蹈界 各界团结一致 为发展我们的 香港的舞蹈事业 和中国文化的发展 贡献我们的力量 以香港非物质 文化遗产 大坑舞火龙为主题的 舞蹈龙瑶 将观众带到了 中秋节前后 人潮涌动的舞龙现场 九度公演的大型舞蹈 缘起敦煌 又带观众 领略到了祖国西北 敦煌壁画的极乐世界 双人舞 千花树 极尽柔美 更罕见的将 绘画与舞蹈相结合 给观众 不一样的视听享受 突然间 这个 就是梁导演 找我 他说 其中有一个 有个节目 千花树 男主角和女主角 这个舞蹈 他们的衣服 觉得不太适合 希望我能够 给他们想个办法 在衣服上 做点文章 我就想 用水墨 色彩 来表达 这个树根 深深深的杂根 在大地中 女主角那裙子 我就想 一个非常鲜艳的 明亮的 代表深深不息的 充满 活力的 这个 鲜花 各种鲜花 阳光 来作为一个 这个创作 无论是哪一种 哪一类的艺术 都是相通的 让观众更加体验 这个原创的魅力 我们这个作品 其实跟画是 结合在一起 去展现的 它是跟 我是花 表现出一种 这样和谐的 社会状态 无论是画 还是我们舞蹈的呈现 其实都是一个 视觉效果为 主要的媒介 然后对于观众来说 我们希望观众 可以通过我们的 肢体的 等于说我们是一个 动态的一个形象 然后去 反过去去看到 可能在一个 静态的画面当中的 一个延展的想象力 吴云华章总策划 童小红 是中国舞蹈家协会 香港会员分会 副主席 兼任秘书长 也是香港艺术发展局 大会委员 舞蹈组主席 他希望通过此类活动 能向更多人 推广中国舞 让大家通过文化 了解和关注祖国 现在学习 中国舞的小朋友 学校 还有老师 各个社会 关注的很多 都很重视 作为舞蹈人来讲 不管是在社区的 舞蹈文化推广 舞蹈教育普及 还是追求卓越上面 中国舞的先行者们 都在不予一力地 贡献自己的努力和力量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舞 认识中国 从而关注中国舞 香港康乐级文化事务署 于今年6月到9月 举行首届中华文化节 以多样形式向市民宣传传统文化 《舞运华章》是中华文化节 八项文艺活动之一 此后还有不少文艺演出 系列讲座和免费展览举行 和展望